所以大家有看到 交通运输 基隆 新竹 绵延 280 重灌路 包括海运 包括机场 台湾 全岛的电力 资讯 传播 老一辈的钢舞印象 有那个 然后有那个 一个塔 然后上面有那个喇叭放送机 今晚那 然后日语时间 那种画面 在全台湾建立的广播网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也就是媒体的开始 这个就是让台湾的文化素养 然后全岛的人民 他可以统一的收到一些资讯 的重要的地方 所以台湾四小龙经济奇迹 差不多就是从这个时候 那大家知道 流亡政府的中华民国 还没有建立的时候 还没有建立哦 还没有出现哦 台湾当时就已经比他进步 比中国进步100年 那有差很多吗 这么进步的台湾 然后后来被谁统治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那你知道文化上的差异 就会造成我们之后知道的东西 当时他们建立了各级的 司法机关警察系统 护政制度 农会 金融财政体系 普及全岛的教育 像金融财政体系 让台湾的经济可以稳定 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 这一点非常重要 每个人都有学到书 那代表什么 有文化嘛 文化素养就会造就什么 道德 最起码 我们不会像中国人随地乱小便吧 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所以大家知道 1941年台湾平均每人有五台电话 中国还跟我们差了42年 儿童就学率达到71.3% 中国还要二十几年后才勉强达到这个标准 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大家看到这张图 每个人有没有很有秩序的跪着 我们现在大家都坐着上课啊 他们那时候跪着上课可以培养什么 武士精神嘛 然后效忠日本天皇的 那个一起的那种武士的教育 大家有看到吗 有没有漂亮 整齐 画衣 然后每个人都有穿鞋子 这张图喔 我妈看到的时候她就告诉我 诶 那个时候有鞋子可以穿诶 那是什么时期 我妈那个时期就是 不是 我妈那个时期没有鞋子党秤 那时期是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时期 没有鞋子 可是日治时期的时候 还有鞋子党秤 这样有差不 这样有差哦 这样有差哦 这张图是 台湾第一个成立 成立那个 不是 在高雄 成立第一所 有台湾小朋友就读的学校 然后这个照片是台湾的学生打赢 日本的学生棒球的合影留念 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 台湾人吃的饱穿的暖 有什么 如果啊 你三档就够不够了 你敢去打球 不可能嘛 你敢去卫兔 卫兜 卫兜 对 你敢去卫兜 买嘛 那表示你一定是在吃的饱穿的暖 社会和平稳定下 你会去发展很多其他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台湾沉沉坡 一个很有名的人 他在日本的地展入选的画 大家知道那时候 50年的期间这么短 我们就已经发展到艺术了 所以呢 我们那时候有什么 很多的律师 老师 博士 硕士 医生 这些 都在这个时期 建立了非常非常多的经营 大家有看到这边这张图 1895年 212年 清朝统治下的台湾是长这样 有看到吗 混乱 肮脏 那这边日治时期 我故 52年 两边图差多少 一个有心在统治 一个没心在统治 差距就是这么大 所以接下来呢 在中后期 日本天皇 他们决定 将台湾用内地延长主义政策 并入 并入什么 日本的国土 所以他 颁布 1945年4月1号 颁布 明治宪法 下达 诏书 他将台湾 让台湾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大家有看到这张图 是不是日本 这个是哪里 台湾 这张图是日本的地图 他将台湾并入为日本的国土之一的一部分 什么意思 什么叫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他已经依据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在台湾实施什么 像黄明化运动 建设 制度 时间到了 他们说 台湾 我打算纳入我为我国土的一部分 颁布昭和宪法 就是这一天 台湾就是成为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它有什么意义 有一个潜力哦 我们在签马关条约下关条约的时候 大家知道 它本来还包括什么 不只台湾澎湖而已 还包括辽东半岛 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的哪里 奉天 奉天是什么 大清帝国的起源地 所以起源地是什么 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原本下关条约里面有包含辽东半岛 那时候有三个国家出面抗议 不行 辽东半岛奉天 他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能够好日本 所以 这时候出面干涉之后 日本跟当时清国皇帝他们又签了一个辽南条约 日本再将辽东半岛割还回去给大清帝国 那这样的意义是什么 当你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的时候 它代表什么 永远都不可以被割让 不要说割不割让 我们也没有签任何条款 也没有签任何土地权状做割让的动作啊 更何况他是神圣不可分割之领土 我们有下达什么 征兵令跟赋予台湾人参政权 这都是在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里面的条款 可是这时候时间会有一点错乱 刚刚是不是1945年 可是1941年的时候就打仗了 所以时间有重叠到 台湾人才会不知道 当你在打仗的时候 你要干嘛 逃跑 你没有时间再去管 我的台湾的国际地位到底是怎样啊 应该没有这个心思吧 所以当颁布招和宪法的时候 我们真的还没有那个感觉去感受 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5年4月1号颁布 大家有看到这个日期吗 1945年9月2号 4月1号跟9月2号差多久 几个月而已对吧 日本就战败了 就投降嘛 那虽然就几个月而已 这个就是为什么台湾人到现在 一直没有印象说 我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耶 我们的土地是属于日本天皇的 因为他的时间有一点短 然后马上 麦克阿瑟将军 同盟国盟军最高统帅 他就颁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他那时候 打算什么 把日本四分五裂 为什么 日本是不是有偷骑珍珠港 那日本帝国主义 厉不厉害 在当时很恐怖的有没有 美国会怕呢 他会怕 他会怕 他会怕什么 我要把你拆开 武马分尸 他将日本的北方四岛交由俄罗斯战管 然后韩国独岛 日本本岛由日本政府管理 琉球托管联合国 台湾呢 就派蒋介石集团来战管 美国是主要战胜国 他没办法亲自占领这么多个岛 所以把你分散 台湾他为什么要交给蒋介石 因为 他想说啊 华人嘛 是不是会三代华人 语言上比较能够沟通 他比较单纯的想法 但是他没有想过 后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1945年的10月25日是交战国占领日 就是蒋介石集团他来台湾 这个时候呢 大家知道吗 在这个时间之前 然后台湾有两个月没有政府 在蒋介石集团来台湾的时候 台湾有两个月没有政府 台湾发生什么事情 两个月现在如果没有政府 努力怎么 要不要来抢银行 要不要来打劫全联 会不会 可是呢 你们知道台湾 有没有发生动乱 没有对 为什么没有 因为台湾那时候的文化素养 非常之高 超乎你想象 在日治时期50年而已 台湾人在两个月无政府的状况下 成立自卫队 警察系统 没有动乱 满怀着期待 回归所谓祖国的怀抱 为什么台湾人就傻 想说我不要做战败国 我要做战胜国 就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 结果被人管到现在69年 如果我们当时没有被代理占管的话 我们以当时的文化素养跟水平 现在台湾不止这样 不会你现在出去马路上还在挖路啦 政府没有钱就挖路啦 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当他来到台湾的时候 发现什么 台湾是个宝岛耶 每个人都好有钱喔 台湾那时候600多万的人民 每个人都有钱耶 因为物产丰饶一年三收 又没有多少人 台湾人很有钱那时候 他们耶很穷 为什么他们在国共内战 国共内战大家知道啊 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 自家兄弟在打仗 他们自己在打仗 所以他非常穷 是难民是逃兵逃难的兵 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 大家知道应该有听过一个故事 水龙头 他们的兵来到台湾 发现 那个打开水龙头就有水耶 然后就有阿兵哥去杂货店 跟他买了一个水龙头 回去有没有 就墙壁挖了一个洞 插入味 然后准 没水 他还去骂 早货店的老板娘 你给我骗喔 这是假的 怎么没水 你知道文化差异有多大吗 当这样文化素养的人 被这样文化素养的人统治的时候 就产生大家知道的 228屠杀事件 228屠杀事件 我讲真的啦 年轻人 应该都没有太大的感觉 包括我在内 可是我们 台湾民政府里面 都还有228的受难家属喔 他是什么样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当时陈怡他占领台湾 那时候 就台湾有钱啊 他要做什么 极尽能的搜刮台湾所有的物资 资助他的国共内战 打仗需要钱嘛 需要物资嘛 反正我管理台湾了 我就把你拿啊 可以拿到拿 造成台湾当时的物价通膨 台湾人原本很有钱 结果 没多久几个月而已 有人饿死在街头 那时候反不反 我们的精英 刚刚讲到的陈陈坡 那一些画家 律师老师 医生博士 随便两三万人组成一个政府 没有问题耶 他们知道 你是代理占领 不可以就地合法 你还强迫规划我们成为中华民的国籍 你犯法 你应该协助台湾人成立台湾属于台湾人的 平民政府 这是占领全国的义务 这是占领全国的义务 那抗议啊 起来革命啊 但是中华民国 OK啊 我要台湾 还不容易吗 武力镇压 他将两万到三万人的精英全部屠杀 杀光之后 就没有人 可以反抗 然后剩下的人 知道的人 我就做什么 戒严 有听过吧 白色恐怖 全世界历史上最长的 长达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白色恐怖戒严时期 有没有一点点心酸 这是我们属于我们台湾人的历史耶 所以台湾政治方面就是什么 贪污 腐败 吃饭不付钱啊 偷窃 抢劫 这些 当时都是日治时期没有发生的 所以我们的 管理的初期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所谓的祖国 结果 又发生了 连美国也想像不到的事情 我没有想 美国没有想过说 中华民国他会打败耶 他跟谁打败 跟中国共产党 就是现在的中国 中共 他们两个自家兄弟打仗 他打败了 被赶出他当时的首都南京 被赶出去就是什么 成为你离开自己的国土 一个政府离开自己的国土 首都就成为流亡政府 他们的国共内战打败了 他们的国共内战打败了 美国要怎么办 哇 你战败了耶 我是要安排你去哪里哈 那时候呢 他目前在代理占领台湾嘛 他想说有没有别的国家 可以收留他啊 菲律宾啊 还是越南 还是哪里 没有国家要收留他 有啦 三个月 美国想说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暂时留在台湾 可是暂时留在台湾 就牺牲了什么 台湾人 其实我们发生二二八 发生台湾这个动乱的事情 国际间包括美国 主要战胜国他也有看到 但是他看到的时候呢 他要管的时候呢 没时间在管 因为 为什么 1950年发生韩战 美国的立场就是要反共 对不对 他们的主意是不同的 为了反共 他牺牲台湾 没法党啊 我没有时间在管理台湾的事情 我只能 让他 虽然已经是流亡政府了 我只能让他就暂时的留在这里 当初有很多很多的政治上的问题 利益瓜葛等等 所以 牺牲了我们 1952年4月28 这条也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台湾民政府讲什么 依据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还有旧金山和平条约 来 缔造我们的 法理立场 旧金山和平条约里面 这个就是大家 我一开始是有说 我跟我朋友讲 我朋友他是不是去查了一个晚上的网络 他还问我一个问题 叫你去查 叫你读书里的white talk 我跟你讲 究竟山和平条约 日本啊 就已经放弃了台湾的主权权利了 怎么还会是日暑 我当时 没有办法回答他这个问题 因为我才刚上初级班而已 可是呢 大家要读新台湾论喔 我看到有人有买了 新台湾论里面 有很多的重点 他会解释的很清楚 当这条合约里面 他第二条声明 日本承认朝鲜独立 放弃台湾澎湖的主权权利 权利与民意请求权 他的意思是放弃主权权利 但是万国公法里面有主权权利跟主权义务 他没有放弃主权义务 而且日本天皇的领土主权没有放弃 这一条只是放弃什么 他不可以管台湾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下官条约 是不是有一个土地权状 但是他们没有签土地权状 他们没有写 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北尾几度几度 然后这个岛屿要割让给谁 他没有签土地权状 没有签瘦瘦国 他只签了这个代表 我只放弃了管辖权 那有了解了 这就是重点 所以他还有残留的主权义务 他必须 如果你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真的太辛苦 日本他还是得帮我们了 那就是残留的主权义务 这个有一点深 但是如果你有读新台湾论就会懂 有人就问 台湾真的不是中国的吗 跟中国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他们不是有开罗宣言破资坦公告 叫日本相书 然后都说台湾是中国的啊 那意思是什么 你跟他在吵架 这个杯子你说是你的 然后这个杯子他说是他的 但是这个杯子的发票在我的口袋里面 在我家啊 那杯子是谁的 我的吧 我有发票嘛 对不对 你也讲他 那个是你的 然后你也讲说这个是你的 但是发票在我身上 这个叫做单方面的认知 在打仗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人都说 台湾要还给中国 但是发票土地权装在谁手上 日本天皇 签了旧金山和平条约 也没写嘛 有要写说台湾的收受权 收受国要给谁吗 也没有啊 他们也没拿到发票 我也没把发票给他们啊 这都是单方面的宣言 单方面的认知 而且他都不是条约 就你说你说你的 你说你的 都是你的啊 你了解吗 单方面的宣言跟认知 所以我们是要依照什么 国际法 依据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还有旧金山和平条约 都会属于我们台湾人 真正的法理台湾 重点 有依据的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以假乱争欺骗台湾69年 69年 我是感觉很久的啦 你没感觉很久的吗 很久了呢 现在我们看到什么 台湾的媒体 有人说 台湾民政府为什么不上新闻 为什么不登报 有太过吗 我是有太过啊 对吧 那问题是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他现在是在台湾称作什么 台湾管理当局 他是管理者嘛 占领管理代理管理嘛 那媒体是谁的啊 他们的嘛 今天也有记者来访问我们台湾民政府啊 然后呢 好给你访问五分钟 回去 他剪接成一分钟 然后 放上去之后 我们看到了 欸好像不对喔 你怎么误不诶啊 误不诶啊 我靠电话去抗议 喔 不好意思喔 我下载 会哭了吗 会哭了吗 乱讲嘛 已经播出去了嘛 那我们要要求什么 那我们要要求什么 你干什么要求 他是管理当局啊 在控制下啊 刚刚下课的时候有学员问我 我说北韩啊 大家知道北韩吗 我们是不是在外者 看北韩我们觉得很夸张 他们整个北韩里面控制的那个 是不是很可怕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那个北韩小女孩 然后在那个Youtube上唱歌 然后那个脸很可爱 然后每个动作都一模一样 有没有 他们的那种军事化的教育 军事化的控管 然后洗脑 那你怎么知道台湾人没有被洗脑 我刚刚有跟他们讲 我说你如果去国外旅游 你会去查台湾的历史吗 我们228啊 事件啊 在台湾查不到真正的一个纪录片啊 国外有耶 人家看得到耶 台湾没有耶 你这样还觉得你没有被封锁 那是因为你没有走出台湾 你也知道台湾的历史真相 前阵子不是选举 拿着他的身份证去投他的议员 投他的市长 投他的总统 你就承认你是什么 中国人吗 你要做一个连水龙头都不知道怎么转出来的人 的国民的公民吗 而且他还是一个流亡政府耶 他没有立场保护你们耶 那你现在看 国民党 民进党 这些现在所谓的政党 民进党台独嘛 是不是要为台湾人走一条路 可是呢 他台独的立场在哪里 他知道台湾是属于日本天皇的 然后美国军事占领下吗 不知道 阿扁为什么上任的时候要宣布四不一没有 有没有让很多民进党的人都伤心了 因为他当总统才知道台湾真正的地位啊 机密嘛 让大家知道吗 上了我们的课 你要会看新闻 回去看新闻 不要只看中华民国给你的洗脑的东西 你要会判断 他在讲什么 大家有听过跳蚤的故事吗 轻松一下 跳蚤是全世界 跳得最高的动物喔 应该很多人不知道 你把跳蚤放在桌上 做一个实验 你拍桌子 他就会跳 对不对 再拍他又跳 他可以跳自己的身高一百倍以上 然后呢 现在啊 我们有个实验 我们拿一个玻璃把跳蚤盖起来 然后你拍桌子 他会跳对不对 跳然后就撞到什么 玻璃 就头会痛 那你再拍他再跳又撞到玻璃 他敢有这么弄 他不是笨蛋嘛 那他下次他就跳低一点 对吧 不要跳那么高就不会撞到 你再拍他就没撞到了 好 我们就把玻璃拿开 再换一个更矮的 你再拍他又撞到了 所以呢 越跳越低 我们一直换低一点的 然后换到一个很接近桌面的玻璃 盖着 你再拍 他想说 我不要跳啊 我用爬的 我用爬的 我不要再跳了 因为撞到会痛 我用爬的 然后最后你把玻璃盖拿开 你再拍他会干嘛 他用爬的 他用爬的叫什么 他不是跳蚤他叫爬蚤 那意思是什么 你们现在都是爬蚤 有什么 中华民国跟你讲什么 就像228事件一样 他跟你说什么 他跟你说什么 然后你说不是这样 我是日暑美战 他跟你拍一下 跟你拍一下 你就不敢了 再跟你讲什么你要抗议 再跟你拍一下 太阳花学运 再跟你拍一下 你也不敢 不敢跳了 但是跳蚤他其实是会跳的 最后他只敢用爬的而已 我们不要做爬蚤 他做跳蚤啊 因为你被这样子的历史捏造 这样子的统治下 你很容易就变爬蚤 你不敢吭声 因为观念已经被洗脑 所以你现在 要再回去 坐跳蚤 学一下 观念不要自我设限 是一个漫画啦 他跟他说年轻人 你为什么不去工作 一公 为什么要工作 那你工作以后才会 有饭吃啊 然后才可以在这里悠闲的看海啊 你说 没差啊 你不要来吵我 我已经在这里啦 我已经很悠闲的看海啦 人家跟你讲什么 我常常喔 现在有时候出去跟我朋友讲 他们都会说 跟我屁事啊 跟我有关系吗 反正我政治能感啊 可是你们是不是台湾人 跟你有关系吧 以后想要吃饱温饱 总是要做一点变化啊 你们知道台湾人以后会多有钱吗 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台湾是产油国耶 大家有听过吗 我们那个南海的那个油田 那以后可能可以穿那个阿拉伯装 有没有 产油国喔 台湾才多少 2400万人而已 不多啊 那台湾人以后有没有钱 有钱 台湾是有钱人 而且当你国际地位 真正确定的时候 就可以挖啦 因为那是台湾人的 中国不能挖 日本不能挖 美国也不能挖 为什么 台湾国际地位未定论嘛 是属于台湾这块土地的东西 台湾的国际地位还没有定论 怎么可以动 那是不是要努力让台湾国际地位 赶快定论 但是你要加入联合国喔 为什么不能公投 台湾有两种人 一个有国籍一个无国籍 有很多很多的为什么 我们是被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目前代理战管统治 所以 你还敢相信你看到的是真的吗 以前我相信啦 我看电视嘛 反正电视讲什么就是什么嘛 可是 包括我们之前 乌克兰还是克里米亚 国外的争议 台湾都不太报啊 真正属于世界国际性的新闻 你们应该看到的很少吧 回想一下 是不是都只看到 谁又杀死谁 然后 杀父杀母 然后大概就报个三天三夜 然后食安问题吵到现在还在吵 但是 都没有让我们拥有国际观耶 他没有让台湾人拥有国际观耶 所以台湾人很封闭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很封闭耶 国际间发生什么事情 台湾人都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你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又不读台湾的历史 都看慈禧秘秘生活 对吧 所以 很重要 政治的台湾所创造的是一连串的假象的展示 这个 还好我们有人知道 大家知道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吗 大家知道他的故事吗 他当初是关在一个小房间 很小的房间 然后呢原文书 全部都是英文的原文书 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大概点到跟人一样这么高 然后呢 关了半年多 他说 就为了造什么 台湾真正的法理地位 地上都是罐头 足不出户 靠朋友送东西给他吃 就只为了 为台湾人走出一条路而已 他在2006年10月24日 我们的秘书长林志生 带领228名228的受难家属 去控告美国政府 当时一直被打回来 美国一直用政治问题 政治利益的问题打回来 一直到2008年 我们用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终于 美国联邦政府有判定 台湾人没有国籍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两种人 台湾两种人 我是本土台湾人我没有国籍 我如果 嫁给飞庸我是谁 我就变女生的飞庸 因为我没有国籍嘛 是不是 有没有可怕啊 这样跟你有没有关系了 还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吗 2009年4月7号 美国联邦最高院判定 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 因为我们是被流亡政府代理嘛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烈狱当中 我们前两堂 前几堂课大家有教大家看身份证 后面的号码对不对 没有人跟我讲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原来他后面有个秘密吗 在判定说你是谁 当初228事件的时候陈怡他们 有计划性的把所有的本土台湾人 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那一直到现在 他会真的让你去担任很重要的一级长官吗 我们不要讲民进党 民进党他也是在中华民国体制下的政党 他登记的是中华民国进步党 他前面挂的还是中华民国 民主进步党 所以这是重点 所有现在看到的政党 全部都是在中华民国体制下的政党 除非你跳脱 所以我们不是党派 我们是政府 这样懂吗 我们告以美国 我们是政府 美国军事政府 所承认的 所核发的 属于本土台湾人的公民身份证 2009年的7月8号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他受理本案 首次向我们的主要占领国美国 请他依照国际战争法就经商和平条约 履行他占领全国应该履行的义务 协助本土台湾人成立属于台湾人自己的平民政府 最后 国务院他放弃抗辩权 承认了 你们讲的都对 你们知道 主本想要骗你100年 你69年就知道算你骗了 你有骗了 不过我感觉很久了 有骗了 拆下来 各自本案代审 有什么 有什么不把东西还给我们政权 你有人吗 美国说好啊 我如果是把中华民国敢做你敢有人 有人可以管管理台湾吗 你有公务员吗 那好啊 当初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来台湾的时候 他是带1000名公务人员 台湾当时有多少 600万人民 那现在呢 2400万人民 我要你 1比6 4比24 你训练4000名公务人员 那有合理吗 我没给你批嘛 那你训练4000名公务人员 我就把政权交还给你 办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拥有自己的本土台湾人的人民 所以暂时搁置 等你完成 等你完成 我们 中华民国就可以走了 所以我刚刚听到还有人没有办 赶快去办 而且我们现在还有旅行证件 我们明年开始 这一张 这一张目前在美国都已经通用 你明年开始这一张全世界通用 包括旅行证件明年也是全世界通用 当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 这些证明出现的时候 你们大家都会很忙耶 忙什么 帮台湾人办身份证 你们都是公务员之后 就会很忙 所有人的时候就会一窝蜂的来 跟你要办身份证 不然你要去中国吗 你敢去 台湾是个宝岛 当然留在台湾啊 什么去中国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要离开台湾 会不会看 刚教大家要去看媒体 你要懂得去判断 新闻的真假 这一个一直以来都一直出现在哪里 奥运嘛 国际场合嘛 嗯 党会 那这是写什么 台北 这个东西一直以来都代表台湾出去 为什么没有人看得懂 大家有没有想说我们的 蜡蜂都脏了 明明就是这么明显的事情 看不见 上面也没台湾啊 为什么我们会拿着中华民国的国旗说 中华民国等于台湾 那个国旗等于台湾 上面有写台湾两个字吗 台湾就是台湾 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 梁马子的事 裁军 大家知道裁军吗 行政院废止案 平潭岛的建设 国共和解 大家知道我们签什么 ECFA 还有什么福茂 上面也没有台湾欸 也没有喔 上面的条文也没有台湾两个字喔 然后呢 他签那些东西呢 是谁跟谁签 我们刚刚是不是说国共内战 我们现在告赢了嘛 我们是不是告赢美国 美国总统跟中华民国说 有人发现啊 你跟我的坚勤 所以说你要走啊 那要怎么 你为什么要裁军 为什么 流亡政府 在国际间 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它有规定 流亡政府只能拥有自卫队 自卫队是12万人以下 所以如果你超过12万人的军队 你就会被国际视为恐怖组织 所以他开始裁军 因为他要将人数退到12万人以内 不然他就是恐怖组织 在国际间就是犯罪组织 所以裁军 一个正常的国家 不需要军队保护吗 要吧 所以我们台湾不正常啊 是不是不正常 对啊 那我在裁军的事情 然后我刚讲的 行政院废止案 大家上网Google一下 你就打行政院废止案 它就啪啦啪啦 还不是一两条哦 行政院一直在废止 一大堆的法案 一打就出来了 那一个正常的国家 他不赶快积极的建设 他在废止那些法案 原因是什么 落跑 对啊 看有没有 平潭岛建设 大家都有看过这个新闻吧 闹得沸沸扬扬的 他们想要什么 复制台湾 在台湾住69年 上宿夕啊 要走 再复制一个台湾 去平潭岛啊 为什么要国共和解 平潭岛在哪里 福建嘛 福建是谁的 中国嘛 那 我们的人 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他要去撤退到平潭岛 那他们必须先和解吧 表示 我去那里 我们不会再打仗了 所以要签ECFA 福帽啊 什么什么什么条约 都不是台湾喔 跟台湾人都没有关系喔 他复制这些 顺便挖这边的人 去那里啊 我爸喔 他是政治狂热 他也看新闻 然后呢 对政治也很了解 可是他不太信 但是那一天我就问他 我看到这新闻 我就问他说 欸爸我问你喔 为什么啊 台湾人啊 可以去平潭岛当官 当官喔 我爸他回答不出来 欸我也觉得奇怪 为什么 我说所以哈 所以咯 你看吧 是不是 为什么可以去那里当官 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是哪里 平潭原本是什么 一个小渔村而已 而且非常的落后 荒废的渔村 这是平潭岛的设计 有没有漂亮 台湾的台湾的建设搞成这样子 挖路 核电 我们台湾用核能啊 他们自己要撤退的家乡用什么 风力发电 水力 人家用多好 吃好 请好 用好 台湾的钱 你们大家台湾人的钱 如果你们有去投票 那个钱也在里面 可怕了吧 肯定现在能挖就尽量挖啦 对啊 挖越多赚越多嘛 然后呢 我们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 台湾人 没有国际地位 流亡政府他在国际间 他是没有地位 他已经流亡了 他有办法保护台湾人吗 不可能吗 我们太多的新闻都知道了 大家还在想说是中国打压 中国从头到尾跟台湾一点恩怨都没有 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就只有跟中华民国国民党在打仗而已 他曾几何此管过台湾这件事情 他们只是他们的人搞不清楚以为可能台湾属于他们而已 但是他们跟台湾没有恩怨啊 所以我们菲律宾什么传难射杀 然后台湾什么暴动 我们都想说是不是中国在搞鬼 他搞什么鬼 自己也没关系啊 我们越南大暴动的时候 我们流亡政府中华民国他只能做什么 发贴纸 你就贴着我是台湾人就不会有人打你了 有可能啊 不正常 太阳花雪韵 我都想这些有知识有热血的年轻人 来这还好咧 但是他们是抗议什么福茂 可是 到底呢 真的齁 可是到底他们有没有去看过福茂的条约 里面有几个人去看过条约 我相信没几个吧 啊里面的条约有没有台湾没有呢 这就是他们自己的自己 自家兄弟的合约啊 迷失的台湾 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就像是一群鳄鱼 Discovery频道 动物频道一样 一群鳄鱼 在台湾争各个政党争 但是其实已经快 河都快干枯了 差不多了 啊没有人敢走出来吗 应该要离开 这一块地方再去找一片绿洲吧 很可爱吧 这一个是我心目中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 不是白马王子我嫁给鳄鱼好了 那我们的秘书长嘛 他就是里面的特别的人 然后呢 他呢就找出 走出那一片荒州啊 去找新的绿洲啊 发现新大陆啊 发现台湾的法理地位啊 日俗美战正正的法理地位 然后找到的时候就会耶 好吗 很开心 我们要将台湾最重要的历史观念要导正 你一定要从国际观来看台湾 不要站在台湾的狭小的立场去看世界 以后我们台湾要脱牙入欧 福利比较欧洲不好吗 我们现在会讲什么 我没有时间啊 那时间很多是什么 我哪有那个美国时间 为什么要讲美国 是美国福利很好 那以后我们大家都是美国时间好不好 好齁 所以将台湾历史导正 其实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使命 我现在啊 在台湾民政府一直觉得 就是一个使命感 一开始我有讲到 我们年轻人 不管是我们这一代还是下一代 你可以为台湾这块土地的人 去做对社会有意义有贡献的事情 很少有这个机会 想不想在历史流民 你要在历史上写上你的名字 你一定得付出啊 现在有这个机会 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的 你想台湾齁 以后不要这样子挖路 我们那个高铁啊 看可不可以把它弄得整个全台 对不对 那是不是城乡就没有差距 我们台北的房价就不会这么高 这可以交给谁 国土交通 我就是国土交通 我把那个路上的那个 人孔盖 我把它改的跟日本一样 改到那个人行道上 那好吗 安全嘛 想不想真的为台湾去做一点事情 为台湾人去做一点福利 现在大家生活的都蛮辛苦的吧 但是 你现在有这个机会 让台湾国际地位真正的国际化的时候 不是只有我们得到耶 观念改变 行动改变 习惯改变 命运就会改变 我们也不是单单改变自己的命运啊 Secret 秘密这本书 它就是讲宇宙间的吸引力的法则 每个人思考一定都要正向 少抱怨 我当初进来台湾民政府 我一直说我很单纯 我就是相信而相信 但是 当你觉得你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时候 我在这里学到很多的东西 我相信大家也会 重点又是有意义的事情 善没有理由战胜不了二 只要天使们能像黑手党那般组织起来 我们有没有觉得黑手党总是比天使厉害 黑人比较厉害了 可是为什么 因为天使们总是不团结 各位天使们大家要团结 团结就会有力量 我们只要组织起来 而且你们都很幸运 秘书长说现在的人啊 都是丁世人有福报 有什么 妹妹 我们即将要执政了嘛 你们也不用等多久的时间 很快就可以看到成果了 只要大家一起努力 就会有机会跟希望 吸引立法则 保持正向的能量 希望全台湾的人都会心服 那就包括你在内了 是不是 那今天的课到这里 谢谢大家 赶快办身份证啊 谢谢大家 我最后一集 的没关系 您更快 您很快 只是您的感觉 您的感觉